今天,由网友爆料徐克监制的电影版主线举行了开机大集,男主角张晓凡由肖战饰演,女主角碧瑶有火箭少女101出道的孟美琪主演,毕竟饰演陆水琪这一消息让网友们纷纷张开了锅,首先是演员的演技问题成为了一个热门的讨论话题。 我们都知道孟美琪是最近因为创造101才被大家所知,唱唱剧家的她也是收获了很多粉丝,不过作为一个歌手,没有经过专业的表演训练,能否去演好电影,确实有点让人怀疑,不知道她是否能够扛起演员这个称号。 虽然说肖战最近演了很多的作品,比如说《哦,我的皇帝陛下》还有《豆魄苍雄》、《陈秦令》等等,古装剧也是蛮多的,她也是非常努力,而且颜值也是蛮清秀的。 我们也在这些剧中,看到了她演技的进步,而剧版的张小白有李一峰饰演的,她也饰演得很有层次感,张小白不同的阶段都演绎淋漓尽致,不知道肖战能否超越她呢? 而且和孟美琪搭道,是否会有了何感呢?这些问题我们也是心里有着很大的疑惑,孟美琪的长相确实很漂亮的,但是不得不客观的来说,她长得有点喊话,也可能是与平常的专容有关,毕竟经常在舞台表演,现代时尚太强,观众们心里的定位也很难迅速接受她演戏,更有网友直白的表示, 但是,杨超越比她更适合毕瑶的形象,因为剧版的朱仙碧有由赵丽颖饰演,而且形象塑造的也是非常成功的,导致观众心里的毕瑶就是一种小巧玲珑,非常具有古典美,古灵精怪的感觉,很可爱,而孟美琪和赵丽颖给人的感觉,完全是两个风格,不知道孟美琪能否颠覆赵丽颖之前塑造的毕瑶的形象,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毕瑶。 而这次银版的陆雪奇有李琪饰演,李琪这些年的资源,也是越来越好了,各种电视剧接到手软,口碑树立的也是相当不错的,网传李琪曾经也很向往陆雪奇这个角色,所以这次的银版能够找到她,相信会给我们带来惊喜,不知道她能否演绎出陆雪奇的高能范儿呢? 当初的小猴子英子饰演的陆雪奇,可是非常高能呢,不过很多网友们,还是对孟美琪肖战的CP组合不太接受,虽然各自都很优秀,但是结合到一起,就会觉得两人不搭,总的来说还是孟美琪不适合演古装剧,你们觉得这两人搭得怎么样? 欢迎到评论区说出你的想法